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令人兴奋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日本的AESC集团计划在西班牙投资超过10亿欧元 于2026年开始生产更便宜的磷酸铁锂电池 这种电池不含昂贵的镍核骨 虽然能量密度较低,但成本更具竞争力 其次,运动训练公司那部正在积极招募被Nike解雇的员工 并在LinkedIn上公开挑衅Nike 这一举动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最后,香港的家娃娃机店因租金暴跌而迅速崛起 年轻创业者们抓住这一机会 在租金下降高达90%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业务 这也反映了香港零售业的一个新趋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ke Asia报道 日本AESC集团将在西班牙投资超过11欧元 约合10.9亿美元 于2026年在西班牙新建一座工厂 生产比锂离子电池更便宜的替代品 磷酸铁锂LFP电池 这种电池不含昂贵的材料如镍和骨 虽然能量密度较低 导致行驶里程减少20%到30% 但成本也相应降低 西班牙工厂将成为AESC在欧洲的首个LFP电池生产基地 预计将创造多达900个就业机会 AESC在中国已经生产LFP电池用于电力存储和商用车辆 并计划在美国和日本也开始大规模生产 尽管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和宁德时代 在LFP电池的开发上处于领先地位 日本的丰田和日产等汽车制造商 在电池续航里程的延长上仍面临挑战 Yahoo US报道 在Nike公司因裁员而引发广泛讨论的背景下 Nabu公司正积极招揽被裁员工 耐克在俄勒冈州比伏顿总部的两轮裁员于6月结束 影响了数百名员工 主要集中在高层领导职位 Nabu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邀请这些前耐克员工申请其开放职位 并对耐克的创新滞后和竞争加剧进行了暗讽 耐克宣布裁员时表示 计划通过精简组织在未来三年内节省20亿美元成本 尽管Nabu自身也面临经济挑战 并在2023年5月进行了裁员 但他仍希望通过吸引耐克的前员工来增强其团队实力 Nike Asia报道 日本廉价意大利餐厅连锁店Cesaria 因取消股东餐券而遭到股东的强烈反对 导致其股价周四暴跌 Cesaria的股价一度下跌500日元至5250日元 为6月17日以来的最低点最终收盘于5620日元 跌幅超过2% 公司总裁松古英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取消餐券是为了让海外投资者也能公平受益 并希望增加长期股东数量 尽管公司将年度股息从18日元提高到25日元 但许多个人股东仍感到不满 因为取消餐券意味着他们的总收益减少 虽然餐券等福利对公司成本较高 但他们能帮助保持股东的忠诚度和吸引未来客户 Cesaria的9个月财报显示 净利润几乎翻倍 达到51亿日元 得益于重新设计的菜单和数字技术 如自助结账的应用 Yahoo US报道 2024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 即将在全英俱乐部的美丽草地上展开 世界第三的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将迎战世界第五的丹尼尔 梅德维杰夫 这场男子半决赛将于7月12日星期五上午8点30分 美国东部时间在伦敦中心球场进行 比赛将在ESPN ESPN2和ABC等频道播出 并通过ESPN家进行直播 ESPN加订阅用户可以通过智能电视 手机 平板电脑和电脑访问独家内容 包括现场赛事 幻想体育工具和优质文章 除了ESPN加 Football TV Direct TV Stream 和YouTube TV等平台 也提供直播服务 英国观众可以通过BBC1和BBC2观看比赛 而德国观众则可以通过亚马逊Prime Video观看 为了在美国免费观看比赛 观众可以使用VPN切换到英国或德国的服务器 以访问免费的直播内容 根据Nike Asia报道 香港的爪击游戏机店正在兴起 反映了当地物业市场的衰退 20岁的塔拉万和他的男友 在铜锣湾租了一间月租仅为6000港元的店面 开设了爪击游戏机店 随着香港店铺租金 从2015年的峰值下降了多达9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开设类似的生意 虽然爪击游戏机店的兴起表面上 看似是商业机会 但也反映了香港零售业的低迷 许多曾经由珠宝品牌和药店租用的店铺 现在被这些游戏机店占据 随着中国经济前景的黯淡和人民币的疲软 内地游客的消费行为也在改变 他们不再购买奢侈品 而是将现金兑换为 与美元挂钩的本地货币 并存入高收益存款或保险产品 香港本地的零售业也在苦苦挣扎 珠宝手表和奢侈礼品的销售额连续三个月下降 导致商业地产市场冷清 租金收益率下降 交易量减少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报道 韩国副防长金山浩访问澳大利亚 推动两国在AUKUS合作框架下的防务合作 并寻求赢得澳大利亚海军新一代多用途护卫舰的合同 金山浩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官员会面 讨论未来的合作 包括增加陆军和网络领域的联合军事演习 韩国首次指责中国进行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 并得到日本、德国和五眼联盟情报伙伴的支持 金山浩还赞扬了澳大利亚在执行联合国对朝制裁方面的努力 并强调了继续军事承诺的重要性 韩国希望通过AUKUS的第二支柱 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发先进军事技术 韩国的造船公司韩华河现代重工 正在竞争建造澳大利亚新一代护卫舰的项目 预计这些护卫舰将首先在海外建造 然后在澳大利亚本地建造 美联社报道 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执行官加里金斯林 在任职仅一年后突然宣布辞职 金斯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意识到这个机构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 他的辞职消息在乐团音乐总监 雅普范自威登的最后几场演出前几天公布 这些演出将于7月17日至20日 在科罗拉多州的维尔举行 在他的领导下 乐团宣布了来自唐氏夫妇的4000万美元捐赠 并且在上个演奏季的票房收入增长了6% 金斯林曾在2017年成为 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执行董事 并于2022年11月加入纽约爱乐乐团 前任首席执行官戴博拉·博尔达 将与董事会共同主席领导过渡团队 直到新的音乐总监 古斯塔沃·杜达梅尔 在2026-27演奏季开始 外交政策报道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政府 自2013年当选以来首次表现出恐惧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 66%的委内瑞拉人 希望7月28日的总统选举能带来政治变革 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刚萨雷斯 在民意调查中领先马杜罗20%到30% 尽管马杜罗政府和选举委员会 在尽一切努力将选举向有利于马杜罗的方向倾斜 但国际社会的民主规范 及2023年10月的巴巴多斯协议 为委内瑞拉带来了潜在的转折点 然而选举盗窃 政治动荡和阴谋仍然可能发生 马杜罗政府通过制造选票上的混乱 拘留反对派成员等手段试图操纵选举 国际社会和反对派团结一致 坚持通过选举实现变革 尽管选举观察员的数量有限 但卡特中心和联合国的专家小组 将为选举提供一定的保护和国际社会的了解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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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